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名优秀的警察 因为父亲是一名爱港敬业的好警察 虽然敬业 但是却从来不顾家 以至于给男主人公造成了心理阴影 所以我们的男主角在电影里 也是大雨治水 三国家门而不入呀 这样的警察小丽巡 在一个下雨天接到了一个出警通知 在凶杀案的现场出现了一具被狗活活咬死的尸体 细心的警察发现了凶手留下的小纸条上 写着狗粮之行 这篇案子还没破呢 紧接着又出现了一起杀人案 死者是一个啃老族的胖子 并且被割下来的肉正好是当年他出生的重量 同样的出现了一张小卡片 之后警察局的同事可能开了外挂 查到了这两位死者的共同点就是 都曾当过当年一起女童标本案的陪审员 这下子警察们都不像无头苍蝇乱飞了 赶紧召集当年的陪审团 然而警察还没来得及整理线索呢 便又出现了三起凶杀案 毫不例外这三人都是陪审团之一 看了这几个人的死因真是千奇百怪 柯南看了估计都要冒冷汗 男主人公的老婆也是当年的成员之一 因为离家出走寄住在闺蜜家 但是男主还是没来得及 妻子和儿子都被蛙男带走了 这下男主急了 不顾一切的查到了蛙男的地址 并且亲自上门救人 果然男主角被绑 并且要求拼完拼图得到线索才能出去 就在两人对战的时候 警察同事及时赶到 救下了三个人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日本电影里 惊悚和悬疑兼顾的比较好的一部电影了 没有刻意的去制造什么悬疑点 但是观众看了就是想不通 就连结局都是开放式结局 任由观众自行猜测 为什么最后的男主儿子一直在挠脖子 而蛙男父母被杀一案 到底为什么没有破 这都是导演留给观众的题目 我在看这部电影时 有点将它和电剧惊魂联系起来 一样的血腥和暴力 但是电影又有点像击纵罪的感觉 每一个案子都有一个说辞 说辞的背后又是重要的人生感悟 虽然没有七宗罪那么的精致 但是也算是悬疑偏离不可多得的了 这种缜密的心思和清爽的思路都十分的优秀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见 Southern 一Am ek этот 道